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志愉 李志愉是比较有好奇心的孩子 他喜欢出去玩 不太愿意更多时间在家里 他喜欢去公园 去动物园 去看外面的世界 在草地上或者游乐园 他喜欢去那种地方玩 李志愉是在七个月不到的时候 植入人工耳窝的 当时我们一个月 已经发现了他听力有问题 随后我们在六个月的时候 来上海确诊了他重度听力问题 为了让他尽早地听到声音 我们在七个月不到的时候 就植入人工耳窝 为了达到一个更好的康复效果 我们决定给李志愉做双侧的人工耳窝植入 带他去广场去玩的时候 有人跳广场舞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京剧里用正常的声音 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能够很清晰地听到并且辨别声音 在家跟他玩一些游戏的时候 躲在暗处喊他 他也能够根据声音来找到我们 这的确说明在双侧植入时 对他这个听的效果有很大的改善 这种康复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相对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周围的语言环境相对比较好 周围有很多人来跟他说话 也有很多人来逗他玩 同时我们也带他出去 跟别的小朋友一起交流 我们去上早教 就是为了让他跟别的小朋友 有更好的交流环境 还有就是我们带他到大自然里面 让他接触到大自然的声音 比如说小鸟叫啊 还有这个不鼓鸟的声音啊 还有就是风车的声音啊 等等一些很自然的声音 都让他去辨别 然后拍一个110警车过来 110警车是怎么叫的呢 叫高一点 警车就开过来是吧 李志柔的听觉表现 跟正常孩子完完全全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差别 在夜晚园里跟正常小朋友 是同样交流的 他比较喜欢到公园里去玩 然后动物园 尤其是爱看长颈鹿啊 猴子啊这一些 然后特别喜欢玩的玩具是汽车 还有就是游乐园 他喜欢坐飞机 因为他想开飞机 还有就是或者救护车 救护车是他的罪啊 因为他想当医生 志柔有时候喜欢让我带他出去买东西 他会自己去货架上挑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拿到收音员那里直接说 阿姨这个多少钱 然后他就去 然后假装从口袋里掏出一点钱来 给那个收音员阿姨 他有时候比如说看某一样东西 但是我并不太想跟他买 他会用各种理由说 这个我们家没有啊 这个跟我们家不太一样 你看他的嘴巴不一样 你看他的颜色不一样 这样来跟我强调 他多么想要这个礼物 李志柔在上脱班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脱班老师告诉我们说 李志柔因为在学校他不愿意睡觉 不愿意午睡 于是老师就交给他一个任务 让他在这个教室睡觉的地方 看管那些其他的孩子睡觉 于是他就会像一个小大人一样 站在那里 看着那些孩子睡觉 如果有其他小朋友 在说悄悄话 被他听到 他就会主动去跑去跟老师说 某某小朋友没有睡觉 他会去打小报告 然后他会看着那些孩子 监督他们让他们睡觉